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视频赛 那我们知道视频赛在今天是结束了抽签仪式 所有的对阵形式已经是全部出来 那对于中国女拼来说可以说是抽到了一个完美的上上签 当然很多人认为中国女拼抽到上上签是因为像咱们的三大顶级好手 陈梦、王曼玉、孙颖沙全部都分在了不同的半区 但其实这并不是所谓的好消息 因为这三个人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名前四的 而按照视频赛的抽签规则对吧 上下两个半区每个半区还有各自的一个小区 所以说作为前四名的球员 分手各个小分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只是看哪两个中国选手会分到一个大半区而已 因此我们说王曼玉、陈梦和孙颖沙三个人分开是必然的结果 然后的话我所谓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在东京奥运会上把伊藤美成也是咱们中国女拼 夺冠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一名日本选手打酷的孙颖沙再次跟伊藤美成分到了一个小区高中 那么两个人都伊藤美成是在四分之三半区 孙颖沙是在四分之四半区 他们同手下半区 那么这对于中国队的外战来说将会产生一个非常有利的情况 毕竟孙颖沙打伊藤美成是非常非常有心得的 而且这种心理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孙颖沙是目前为止 在伊藤美成参加这种国际顶级大赛赛史上 仅有的唯一的一个曾经两次完成过4比0横扫伊藤美成的这样一个选手 这从某种反应侧面反应也能够看得出来 伊藤美成第一打孙颖沙心理上的确是处于一个绝对的下风 第二一点的话可能从基础特点上来看 也是被孙颖沙所克制的 那么打伊藤美成可能最有把握的就是孙颖沙 另外一点的话我们看到伊藤美成所在的这个四分之三半区 还有一名中国选手是谁呢 是这个王毅迪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中国女拼的五名选手 另外三人是肯定不可能在八强战之前遇到这个伊藤美成的 那唯一可能在八强战当中遇到伊藤美成的就是陈信同行王毅迪 而这两个人相比的话 我认为王毅迪去打伊藤美成把握型会更大一点 因为这两个人第一交出次数相对比较多 那王毅迪的话打伊藤美成经验是比较丰丰的 第二在2019年的香港公开赛上 王毅迪也曾经对4比0完成过对伊藤美成的横扫 就像咱们前面说的伊藤美成啊 虽然说整体实力距离中国队的顶尖水平有一点差距 但是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 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去横扫伊藤美成 也不是一个特别轻松的事情 而恰恰王毅迪就做到过这一点 所以说在陈信同和王毅迪两个人 有可能会抽到伊藤美成的情况下 那么让王毅迪去作为伊藤美成的第一个大的障碍 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 也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甚至我们可以乐观一点的估计啊 那么在未来打到四强战当中啊 有可能会被中国女拼的四位选手啊 全部都包揽掉啊 四强的席位 陈梦和孙颖莎是独守自两个半区 另外的话呢 王曼玉跟这个陈信同是分到了一个小半区当中 那么王毅迪是跟这个伊藤美成分到了一个小半区 所以说一旦王毅迪能够突破伊藤美成这道难关 打进四强的话 那么中国女拼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概率啊 四名选手同时进入到 时评赛的四强战当中啊 包揽前四名 这样的一番盛景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画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